接下来的这位求助人呢 叫做王永顺 他今年49岁 这么多年来 在王永顺的心里 一直有一个遗憾 2002年 一个疼爱他的人离开了 而那一刻 王永顺却没有陪在他的身边 我在外边打工的 离家又远 也没回来 等我爷爷去世之后 九个月了 我从那个外边回来 回来之后 我第一件事就是 我爸告诉我 他说你爷爷不在 当时我听到这句话的时候 我的心就是说 没法想 我说我爷爷带我这么好 走的时候干嘛不告诉我 手里联络 我爷爷最喜欢吃了就这么变高 然后 我就觉得 我爷爷那个坟上 我一看我爷爷那个坟 土 甜脸 不是太多 我说第一 第一就是 我跑到我爷爷那坟上 糊涂 两个腿就跪着呢 我说爷爷 你七十孙的三孙的来看见 小宝来看见你 我说你怎么不等我回来呢 我说我爷爷 你咋都不等我回来呢 突然间就走了 因为我爷爷小时候带我太好 2002年 事情我一定给你完成 作为孙子 我 你最疼爱的是你 我一定完成这个事情 今天王永顺就是来帮助爷爷 寻人的 他说要寻找的这个人 他的爷爷惦记了一辈子 找到这个人是爷爷最大的心愿 提到自己的爷爷 王永顺有说不完的话 他说他是爷爷最疼爱的孙子 在我们家我是最小的 就是在我们姐妹兄妹也是最小的 我爷爷就是小宝小在就是这样的 我跟我爷爷我们住得也非常近 我们是住在前院 我爷爷就住在后院 那时间我也就是七八岁 我爷爷每一次就是去田地 去放羊都是叫的 走小宝咱们去地里搞点草剧 回来喂牛喂羊 我爷爷他是搞了一个大篮子 就是那个鞭子 鞭子有这么长 就是跟背楼差不多的 一个人能快乐带一个伴快乐 我们一般都是先去那个果园 我爷爷就说你爬上去 就是栽几个 我爷爷有时间在后面就是 抽出我的屁股 拖一把 就是说你够几个 马上下来 放到框子里边 我爷爷舍不太吃 他然后就说这个 小弟你多吃一点 吃胖一点 长高了长大一点 平日里爷爷总喊永顺小宝 这让王永顺觉得特别亲切 因为在他的记忆当中 自己是家里年纪最小的 又最受宠 所以家里都管他叫小宝 而且他也是家里唯一的小宝 可是没过多久 永顺就从爷爷的口中得知 还有另外一个小宝 一个家里怎么会有两个小宝呢 他们之间又有着什么样的关系呢 七八岁也就是 快那个八夜十五了 终究结了 我爷爷说 小带小宝快过来 咱们摘一点柿子 把用一个塑料袋 一装装起来 我爷爷拿个棍 带个钩 我能拿那个小拨截 就结住 他够一个 我就这样结一个 有一次就是说 结了太多了 我说爷爷你要不 你端着吧 我上去我就够去了 结果我就放在地下爬上去了 结果爬上去 他就开始骂我 他说你的小的 你又爬这么高 然后我就拍着我的屁股 打了我一下 之后我就蹦下来之后 我爷爷就说 你这小子非常调皮 就跟你那个三爷小宝是一样的 小时候就是不听话 他就是一讲小宝 我三爷爷 我就突然就纳闷 我说我怎么就两个爷爷 哪还有三个爷 他说你那个三爷爷 就是说长得非常高 就是瘦瘦的 小的时候跟你是一样 就是调皮 捣蛋的 他说我就喜欢 我那个兄弟 小宝 我们两个感情非常好 他说这是当兵 去打仗去了 所以这我就也叫你 叫小宝 原来啊 另外一个小宝 是爷爷的三弟弟 今天呢 王永顺就是来帮助爷爷 寻找这位小宝爷爷的 爷爷这一辈啊 兄弟姐妹一共四个 上面的是大姐 大哥 在男孩中的爷爷排行老二 而下面这个小宝爷爷最小 男孩中的排行老三 因为他是最小的 小时候啊 也是家里最受宠的 所以当时家里人给他取名 就叫做王小宝 七八岁的时候 王永顺啊 第一次听到了三爷爷 王小宝这个名字 他充满了好奇 当时啊 永顺是整天跟爷爷 腻在一起 他和爷爷的感情特别的深 所以啊 他也经常缠着爷爷 让爷爷给他讲 三爷爷 小宝爷爷 之前的故事 爷爷就开始讲那个小宝 转一个车 就这两个 他说小宝 你去提水 提过来水 咱们去煮饭 也就是死业而睡 他说这个 你三爷去提水 就是说提过去水 提了一小桶水 回来就得杀了三分之一 有事人就杀了一半 因为走到路上 有穴 当时也没穿鞋 光路脚 跑过来了 平日里王永顺啊 跟爷爷在一起的时候很多 爷爷呢 也总是拉着他的手 带他去很多地方 给他讲很多故事 所以他呢 也从爷爷的口中 听到了很多 关于三爷爷 王小宝的事 在爷爷的口中 他的三弟 小宝 是一个特别懂事 孝顺 懂得为家里分担的人 爷爷也说 他们兄弟姐妹四个 感情都特别的好 三五年级的时候 就是有一次吧 他告诉说 那个时间 就是你三爷爷 在那个抗日战争的时候 你三爷十五岁 就当兵走了 离我们车有一个 一里地不到 以前就是一个关道 那一次就是 日本走在那里 下大雨之后呢 我们那个 他们的汽车 就是大炮 拉不动了 拉不动了 就是说 日本人去我们那个车 就是说 找寻找这个老百姓 帮忙给他推那个车 就是推大炮的时候 日本鬼子 就是拿着那个枪 枪头 到我们那个车里 年轻人 不管是父母 都是这样打 然后日本人回来 回来把我们那个车 抢了一遍 鸡 反正羊 抢过去 然后面 能吃了东西 就给你拉过去 甚至一个鸡蛋 都不给你留 那时间 我三爷爷 也在参加之中 我三爷爷 也在推炮之中 我三爷爷就非常恨 痛恨日本人 就是说 我必须 把日本人 赶出中国去 我三爷爷 就是王小宝 他就回来 就告诉我大爷爷 他说 我去参军你 我一定报过名了 给我大爷爷说了 你放心吧 你在家的时候 就是说 一定要照顾 咱的老爹 就是老父亲 那时间 我老奶奶 一定不在了 走了三天之后 就是我爷爷才知道 王小宝 参军走了 看到自己的家乡 当遭到了侵略者的践踏 三爷爷王小宝 选择了参军 他说 要跟战友们一起 守卫自己的祖国 在参军之前 三爷爷王小宝 还给自己改了名字 他把自己的这个宝字 改成了保卫的宝 他希望啊 能够保卫自己的祖国 保卫自己的家乡 赶走侵略者 让大家从此 能够过上安宁的生活 1945年 三爷爷王小宝 参军的时候呢 他只有15岁 自从他离家的那一天起 全家人都非常地担心他 抗日战争胜利之后 依旧没有收到 王小宝的消息 就这样 全家人一等94年 全国解放过年的时候 还给我这个 三爷爷王小宝 他专门盛了一碗水饺 单独给他放在一起 就是希望盼住他 早得回家 过过年啊 我爷爷和我大爷 他们就是在天地干活的时候 就回来回到家一看 我三爷爷背着个包 就是穿那个军装 在家里坐出来 可是我爷爷和我大爷 激动地 激动地就是抱着我 我三爷爷就说大哭 哎呀小宝你还活住呢 三宝爷爷就说 哎我活得结实 我活得踏实呢 三爷没留下 就屁股上留了一个疤 这个疤就是给日本人 打仗的时候错下来的 别的一点就没有 都完成了 我太爷爷那个时间 他回来的时候 就一定不在了 我三爷爷就是说 抗日战争在大北山 跟日本人打过仗 解放的时候 解放战争的时候 叫我匪就在那个四川 四川缅阳那个地方 我大爷爷问我三爷爷小宝 他说你打仗的时候 就说战场了 你是怎么表现的 可是我三爷爷小宝 他就说了一句 我什么都不想 我就听命令 一直就是往前冲 因为他说我也个大 跑了也快 打仗的时候 就是我都是冲在最前面的 我什么都不过 一直往前冲 三爷爷王小宝回到了家里 这时候呢 已经是1950年的春节之后了 那一年呢 他是20岁 原本以为这次回家 全家人就能一起幸福地生活了 但是就在一年之后 三爷爷王小宝又一次选择 离开家乡 离开亲人 他又一次选择 为国作战 抗美人潮爆发之后 咱们那个就是能出那个大喇叭嘛 就是说号召年轻 青高年参军 保肖国家 就是我三爷爷王小宝 听到这个大喇叭 真兵的消息 就是说我必须 我还要去参加那个志愿军 我一定要做一个保家卫国 报过名之后 就是第五天 我爷爷就说 我给你 小宝你喜欢吃面条 我就给你做完面条吧 就是我爷爷就是把那个豆袋 面不带 抖了抖 抖了两斤多面 就是亲自给我三爷爷王小宝 擀了就是做的 擀面条 擀了两碗面条 他又吃了一碗 然后这一碗 就是说留给我爷爷 他说你们吃吧 我吃了一碗就够了 我爷爷就看着那个一碗面条 实际来说就是送别的一碗面条 我爷爷感觉说 这一碗面条 能去朝鲜 很可能也就是用别的一碗面条 实际 我爷爷老提这一碗面条 我爷爷把这一碗面条 也没有死得吃 可是我三爷爷吃完面条 就备入这个大包 就走了 三爷爷王小宝 参加抗美援朝的时候 是21岁 他离开之后 家里人一边坚强地生活 一边在等候他平安归来 就这样 他们等了两年的时间 却等到了三爷爷王小宝 牺牲的消息 等到53年的时候 突然性就是说 下来来了人 第一次就看我 我三爷爷穿了那个 就是说内衣 这我爷爷讲的内衣 全部都是血 你看到这个部队 包含那个内衣 全是血 我当时我爷爷就 不明白怎么回事 我爷爷就心想 肯定是小宝不在 然后就一切地 就嘴在嘴到那个门框上 当时我爷爷就 就问这武装部来 他说王阳宝 牺牲了哪里 他说这武装部就说 牺牲了草原 暂时草原 我爷爷就痛哭 就是第一句话就是 我不管我家兄弟 王阳宝 不管是在哪里 我都要找回 我是最大的冤枉 一定把他给我找回来 就是忙忙背也地背过来 一个永生钢笔 那个时间是永生钢笔 有一个就是 没有写完的日记本 还有就是一个称义 他唯一的义务 就这两三件 交给我大爷爷来保管了 听到三爷爷 王小宝这些经历的时候 王永春还是个孩子 就是十岁左右 不过他很敏感 他能够从自己爷爷的神情中 读出爷爷对于三弟弟的那些思念 所以爷爷也跟他说 自己的三弟牺牲之后 一直没有找到安藏地 而这时候 王永顺也会安慰爷爷 说爷爷 你不要难过了 等我长大 我去帮您找 爷爷最疼爱 王永顺他这个孙子 所以也就把更多的希望 寄托在了永顺的身上 就是过中秋节啊 他都会做的好吃的东西 然后他就是端着这碗面条 去找我 就是小宝 你过来 你不是喜欢吃面条吗 然后我爷爷就说 你吃吧 我给你端过来的 我看着你吃吧 然后当我吃三分之一的时候 我用筷子操 我爷爷给我放了一个鸡头 放了一个鸡头 我就说 我爷爷我不吃你吃吧 我爷爷就说 小宝你吃吧 你就是长鸽的时候 就是当我吃这个鸡头的时候 我爷爷又误说 等你长大了 一定把你三爷爷 小宝王小宝 给我找回来 我说爷爷你放心 我一定把三爷爷给找回来 王永顺和爷爷的感情很深 永顺的读书读到了初中 之后呢 就去到了老家父亲的一个工地大工 虽然那之后啊 他跟爷爷见面的机会少了 但是一有机会 他就经常跑回家 去看爷爷 但是随着爷爷年龄增大 爷爷的身体状况 也越来越差 我爷爷带中风偏淡的时候 然后第二天 我就坐车回去了 我知道我爷爷 喜欢吃饼干 我就给他买了两盒饼干 他第一眼就看到我 就是小宝你咋回来了 我说爷爷 我给你买你最喜欢吃的饼干 我爷爷当时接过这个饼干 我爷爷就哭了 他说 就给你吃吧 爷爷没事 还能吃 爷爷身体棒了 就帮我爷爷 痛苦 我说爷爷 你孙子会给你把这个病看好的 我爷爷就说 我没事 我还能撑下去 就是唯一的习惯 你把你三眼找回来 我身体一年不如一年 我是找不动 生病十多年 最后就锻炼锻炼 还能自理呢 能自理的情况下 就是我放了几只羊 我爷爷每次卖羊 卖过几羊之后 都会给我们留一笔钱 买点水果 买点水果糖 买点过去那个面包 寻找三弟王小宝 安葬地这件事 爷爷呢 一直挂在嘴边 当然王永顺也把这个事 一直记在心里 在他十五岁那年 他的大爷爷生病去世了 大爷爷临终之前 也把寻找三弟这件事情 托付给了孩子们 我大爷爷 那个时间去世了 我也是 你去世的时候 也是丁服 我说我爸就是 你们要记住 你们还有个三叔呢 就是王小宝 不管在哪里 就是抓一把灰 也给你们老爷爷 买账的钱 还有我们兄弟 不能再分开 在王永顺心里 小时候爷爷给了 他最好的照顾 最好的疼爱 而现在呢 他长大了 他也要给爷爷 更多的报答 让爷爷能够过上幸福 开心的晚年生活 我那一年就是二十二岁结婚了 有一天晚了 我去田地里去干活回来 我爷爷他在这个春西头 我就看到我爷爷 嘴里就过那个小沟 让那个沟下雨下过雨 非常滑 非常滑 非常滑的时候 我就跑到更前了 我把我爷爷就这 掺过来之后 我说爷爷 我背你 我把你背过去 我爷爷就说 你小子这么瘦 你能背 背动 我把鞋脱了 我就逛入鞠儿 我把我爷爷 背过 背过你那个狗 刚死我爷爷就这样说 就是说 小宝啊 我也没算白疼你 你能背动你爷爷 能把你爷爷背过来 我也没有算白疼你 我感觉呢 就是说 我永远在这个爷爷面前 好像就是长不大 永远就是一个小孩子的爷 在爷爷身边 王永顺就像一个 永远长大的孩子一样 他多么希望 能跟爷爷一直这样 幸福地生活下去 但是啊 岁月不饶人 随着年龄的增长 爷爷的身体状况 越来越差 到了2002年 永顺心爱的爷爷 还是因病离世了 我爷爷的身体 2002年的时候 就是 突然一想 心梗 心梗 心梗就是 不在了 不再来的时候 包括我爸 都没有通知 我在外边打工的 那家有语言 还没回来 等我爷爷 就是说 去世之后 九个月了 我从那个 外边回来 回来之后 我第一件事就是 我爸告诉我 他说你爷爷不在 胡同 两个腿就跪在那里 我说爷爷 你七十岁的 三岁的来看你来了 小宝来看你来了 我说你怎么不等我回来的 我说我 我爷爷 你咋都不等我回来的 你突然间就走了 我就趴到我爷爷的坟上 我就说爷爷 你放心 你教给我的事情 我一定给你完成 包括就是说 去找我三爷爷 王小宝 这个事情 我说不管我三爷爷 在哪地方 我都会去找 在爷爷离开后的第三年 2005年 王永顺的爸爸 也因病去世了 多年来 王永顺想了很多的办法 寻找自己三爷爷的安葬地 他真的希望 能够完成爷爷的遗愿 就是希望 王小宝 我这个三爷爷 找到 不管他是牺牲在哪里 接到王永顺的寻人求助之后 我们也立即联系了 推议军人事务部门 帮助展开寻找 接到您寻找三爷爷 王小宝 烈士 求助信息以后 我们立即开始寻找 查阅了大量的资料和信息 希望能为您带来好的结果 他就是一讲小宝 我就突然又纳闷 小宝爷爷 咱们自己家的家族 一直都在惦记 王大哥 你好你好 你好 我是河南深太行县 退役军事务局的公众人员 我叫王花 今天由我来告诉你 你的亲人 我三爷王小宝 王小宝 已经给你找到了 我大爷和我爷 都托付我们 让我们找到 他的目的就安装在 就分为志愿军列士林案 这个就是第一张图片 就是在草原的金化军 救风力 志愿军列士林案 你的陕业也 就安装在这里 这是列士林院 安装的地照片 这第二张图片 就是你陕业也 就是在这个金化军 救风力 列士林院的 一派 第三号目的 这就是在 他安装在这里 这个 就是他背面 就是表雷油 列士林案 上面的 表雷油 王小宝 列士的名字 就在这个 安装在这个地方 你别担心 三爷爷在朝鲜 安装得很好 你找到他 随然说 王大哥 我们不能到这个朝鲜 去给他们祭奠 但是你放心 你放心好了 三爷爷在朝鲜 安装得很好 而且这些年 我们国家 也已自由诸子 去祭奠 退役军事务门 转门在朝鲜 设立了服务站 他们在那边 也有收到恨好的祭奠 您放心 找到了 三爷爷的安葬地 王永顺 也终于实现了 自己爷爷的遗愿 他可以告慰爷爷了 可以跟爷爷说 爷爷您放心 您交代给我的事情 我终于做到了 从抗日战争 到解放战争 再到抗美援朝 三爷爷王小宝 把自己所有的青春 和热血都奉献给了祖国 七十年 三代人 从小家到大家 我们从来没有忘记英雄